想到Coco就会想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 他看着我就对我很可爱地说 我是第一个Asian上这个舞台的人 我一定要拼命地唱来 他可爱的形象还在我的心里面 这么一位阳光 人缘那么好 向上的这么好的人 走得这么糟 我们真的是觉得很可惜 非常地缓练 Coco 你好好休息 亲爱的Coco 谢谢你为你变得这么明显的星星 你会招待所有人 你的温暖笑 那么充满的爱和能力 我们常常忘记 你也有你的努力 谢谢你为你变得这么明显 和我们的影响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我希望我们永远没有 我希望生命会比较轻轻轻轻轻 我希望我有更多时间 我剛剛回到香港 也即將要簽一場免工事 我們之後不久 大家都入了行做了歌手 雖然這30年來 我們其實沒有正式合作過 但我覺得我跟Coco有一種很特別的connection 我想是因為我們識於美時 其實我們是看著對方起步 看著對方進步 中間這麽多年來 我們有喜有地 有得有失 但我覺得這種緣分是很難得 我很珍惜 我以後都會繼續珍惜這份緣分 一起去Coco 從英語的角度來看 Coco李文就是天才 我們在Sony Music做同事的時候 我有幸跟他多次錄音 排練 同台演出 甚至還見證了他籌備他的台北勢力體育場演唱會 那是1998年 但記憶憂心 對我來講 那是很重要的學習 一場大型的演唱會的整個製作過程 從樂手到舞者 燈光到音響 甚至特別來賓 Coco還邀請了澳大利亞男團自然主義來台灣 跟他合唱了他的主打歌《默默愛你》 四個外國男生唱了整首中文詞 我記得我在台下聽得幾筆疙瘩都齊瘩 體育場成千上萬瘋狂粉絲爆滿的 雖然Coco個子不高 但他一站上舞台就是一個巨人 我現在都還是覺得很神奇他的氣場 怎麼會這麼強大呢 Coco不但教了我大型製作 讓我有更大的野心 更大的表演欲 更是教了我小小的細節 例如 有一天他在辦公室 他幫大家買了很好喝的飲料 他給我一杯 我嚐了一口 哇 怎麼這麼好喝啊 這個是什麼 然後Coco就用他那個很陽光的聲音說 Starbucks Mocha Frappuccino 蛤 我還在想 他在講義大利文嗎 你看 因為星巴克就是1998年進入了台灣 他第一時間衝去幫我們買 我永遠會記得 Coco給我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杯 星巴克 從萬人演唱會到買一杯咖啡 Coco就是能夠touch your heart 這是他非常特別的甜分 而且會永遠傳遞下去在粉絲們 是朋友們的神 謝謝Coco 神祝你 神祝你 很熱情的笑容令到身邊的人 每一個都覺得很快樂 他私底下就好像我一個妹妹一樣 他天真、他善良 我亦都在舞台上跟他一起表演過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我是被他征服了 他從一個天真的小妹妹 變成一個充滿力量 已經四座的巨星 這些一切一切都將會在我們的心中 永遠不能磨滅 因為你的力量、你的善良 我相信這個世界會更加好 我顧著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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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愛你